第一个已经完成 第二个的话呢 那我要把这个确定 这个部分完成 再一个清楚 这个字没改到 反正这个地方自己 再把它改一下 刚刚不是应该改 OK那把这个地方改一下 改完之后的话呢 OK那这个地方 当我按一下确定的时候 要做什么 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就是 把标准几重算完 放在这里 第二个是把这五个东西 放到哪里呢 放到我们那个 问题01的 这个下面这一列 OK就是把 资料放在 反正就是 这个底下 再增加一列 把它输入进来 所以两件事情 那这两件事情 应该怎么完成 第一个当然你就是 直接产生一个事件 什么事件呢 当这个按钮被 什么 Click点击的时候嘛 所以我把它点两下 它会帮我跳出什么 跳出那个 Button1的 Click事件 所以这边的话 奇怪 应该会自己跳出一个 Button1的Click才对啊 B1 奇怪怪怪 OK 理论上应该是这样的 它会跳出一个B1 就是我那个元件的名称 被Click 这个是事件 理论上应该是停在这边才对啊 这台现在有点怪怪的 可能 不知道发生什么状况 OK啊 没关系 反正好 还是他可能 这个上班太辛苦了 想睡觉了 还是 OK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是 当B1这个按钮被Click的时候 那做什么事情呢 先算出什么 第一个就是说 先算出标准体重 那放在这个地方 你用个名称 奇怪 刚刚已经改过了 奇怪 它就全部都恢复了 奇怪 刚刚我明明有改过 没关系 反正 不然就用这个 另外一个 假设这样 这边买A买B 那就是说呢 我按下它的时候 那我要做完这些事情 那有两件事情 这个 因为我干脆直接用这个 来做给大家看 那怎么样把那个 标准体重做完 第一个就是说呢 我先把那个 资料输出到哪里 那两件事情 第一个 那当然 你要计算出标准体重 并且把结果放到 这个储存格里面 那如果你要重新做 太浪费时间了 那记得刚刚不是有写过吗 在我们那个模组里面 已经写过一个什么 标准体重函数2 那这边注意哦 这个方选哦 其实不是只能够在 Excel里面用 其实它也能够给什么呢 VBA使用 所以如果要给VBA使用的话 那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哦 当我按一下它的时候 第一个计算出结果 第一个计算出结果 那要丢到哪里 记得哦 丢到哪里写在前面 那因为这个地方 我刚刚有重新命名 这个地方叫做 买1 那买1里面有一个属性 特别就是它的属性 叫Caption 里面要显示东西叫Caption 所以买1里面的Caption 我直接接下来 买1打一下 那个名称 买1点Caption 记得用Caption 然后呢等于 就是后面的赋语到前面 等于什么呢 当然你可以不需要重做 如果你前面已经写过方选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方选名称 先给输入进来 那个方选名称叫 标准体重函数2 好了 我把这个名称 标准体重函数2 所以这边的话呢 把那个名称给输入上去之后 2 那这个时候 如果你前刮壶 你会发现 如果你输入前刮壶 它会出现提示的话 那表示 你的 你的那个模组里面 有这个函数 那如果前刮壶没有作用的话 那表示有问题 那我的身高放哪里呢 基本上我的身高 未来是会放在 这个 MyB里面 那MyB里面有个属性 属性 因为文字 特别说 它是文字方块 它会放在一个属性 叫tether 所以 MyB点tether 就是放身高 MyC 应该是 再来是什么 这个应该是 性别 性别是 MyD里面的tether 所以呢 我程式撰写 就是 把后面这个地方 传给它两个东西 一个是未来 我会输入在那个 MyB里面的 点tether 让它逗点一下 再给它第二个是 MyD 点tether 不过你会发现 我输入的时候都是小写 可是它还是抓得到 也就是VBA里面 其实它没有区分大小写 OK好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输入完毕的东西 我只要输入完毕之后的东西 它会自己帮我计算出标准体重 OK 所以我们来试一下 这边 姓名 比如说AAA好了 然后它的那个身高 它的体重 它的性别 我只要输入这两 这四个东西 按下确定 那我刚刚就写一行 对不对 它把 这个 两个条件 这个跟这个 丢到 就是跟那个 我们的置定函数 标准体重函数2 算完的结果丢到这边来 按确定 有没有发现 标准体重出现 OK 那 第一步我们完成 那第二步怎么样 做完这些东西之后的话 我希望可以把它 丢到 这边 那可是问题 我接下来 我怎么可以 知道说 到底这一列应该是哪一列 那我可以利用什么 利用追踪的 以哪一个呢 假设以B2好了 向下追踪 追踪到之后呢 那我可以给它一个变数R 那R如果加1的话 那势必就是我将来要输入的这个列 那蓝的话就是刚好B蓝 C蓝 一直到F蓝 有没有 所以基本上 我如果知道这些相关讯息的话 那我要怎么样把它撰写完毕 也一样点两下 将结果输出到 Excel 那我需要知道什么 第一个 到底现在最下面 最下面一列是哪一列 我给它一个R R等于什么呢 用追踪的方法 Range 从那个B2里面 向下去追踪 点And 前刮弧 向下追踪 抓到哪一列 OK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知道说 这个时候R应该是6 但是未来我要 在它的下面 所以记得把这个加1好了 就是我将来要输出的是哪一列 就是R列 加1的嘛 OK 那再来的话我就把什么 把那个 买A 就是姓名 丢到哪里呢 丢到Sales 刮弧 哪一列呢 刚好就是R列 哪一栏呢 刚好就是B栏 那丢什么东西呢 丢买A的文字 OK 好 这样它就怎么样 把这个买A的东西丢到B栏 那一时内一样的啦 所以你同样的方法 买C 买B 买B 丢到C 然后呢一时内推 一样的方法 那总共我们会有五个栏位 所以你就分别 一个萝卜一个坑嘛 把这个地方A B C 然后最后再踢 反正一直往下贴就对了 一个萝卜一个坑 不要贴错就好了 D 然后最后的话 那最后那个是标准体重 标准体重是到F栏 然后我看一下F栏在这里 OK 那标准体重的话呢 特别注意 它是一个那个Label标签 所以它不是点Test 它是点Caption 跟其他上面是不太一样 Caption 所以选这个 跟下这个应该是MyE 点Caption 我这边把它点一下 Caption OK 好 记得标签跟其他不一样 属性是Caption 好 做完了 那我们来试一下 这个地方 大概第一个 两件事情先输入 它的姓名 再输入它的身高 体重 性别 OK 好 这四个 按确定先产生再输出 OK 有没有发现 先产生了 再输出 输出结果 如预期的 那当然你输入完 比如说清除也是这样 清除你可以再把 这里面 每一个资料后面加上等于空置串 所以MyE 点Test 等于 空置串 这个也是等于空置串 都一样 就会是一个清除 所以你在这个清除上点两下 它就是B2 这个事件是Clicker 被Clicker的时候呢清除 OK 就清除掉 那这样的话 你可以继续再输入其他的资料 OK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一下 主要就是说 在这个 先记得命名一下 我现在这边电脑有点怪怪的 好像明明做过之后 居然发起发生那种灵异现象 资料就不见了 没有 没关系 反正 这个大概逻辑知道 然后呢 再把这个地方 做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尽可能的 如果可以 当然就自己 把程式稍微 自己key一下 比较会 有那个印象 而且比较不容易忘记 哦 对 对 安全